好,今天我們來玩的遊戲是 星劍俠世界三首 呦 好,那這種遊戲 應該大家很了解它的背景吧 好,那我們一開始呢,就要抓臉啦 我要陣 武當 我最討厭物質器 天狼呆的妹子 我們當然是選女生啊 我這個用手機玩應該是蠻好笑的 易水 易水就,這個就是楊錦華裝扮的角色 呃,不是,不是易水,這是門派 那這個人是誰,叫什麼名字我就不知道 感覺是法,不是,柱油之類的是不是 但是沒有楊錦華,楊錦華是棒這個 這個是弓箭 哦,弓箭這個女生蠻,蠻正的 劍師啊 啊,天王 這個坦的意思嗎 這個妹子也是可愛可愛 怎麼辦,好難抉擇 太華麗了吧 怎麼辦,不知道要選誰啊 應該可以捏一眼吧 那我先選這個好了 那我覺得他很可愛 可以捏一眼耶 好像可以哦 哦,成女跟少女 哦 這沒查到 控制難度 這個難度最低 難度也很低 嗯,怎麼辦 就選誰啊 沒有幼女好嗎 我當好 他眼睛不是很喜歡 哦 剛剛那個弓箭手的那個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月貌 傷害這麼高 遠程哦 這件是遠程的 不一樣耶 不一樣耶 他沒有他不一樣 他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他不同職業還是不在不太一樣 那晚安 要大的啊,當然是要大 我以為他們是臉型都是一樣 不同職業也會不一樣 他不能縮放 哦,可以拉遠 他不能縮放 哦,可以拉遠 那今天是比較晚啦 抱歉,抱歉 在講事情 明天應該可以早一點點啦 應該啦 明天有開的話 只好請你看 看重播了 怎麼辦 我選擇障礙 那這個好了 這個好可愛哦 我怎麼像變態一樣 啊,要這個嗎 這是我的臉 我的菜嗎 我怎麼玩個遊戲 我在那邊考慮半天 那是一樣的嗎 這感覺不太像啊 我們還是選空手好了啦 你看這個套裝多讚啊 因為一個包緊緊的 真的是 美猴啊 沒有耶,其他是一樣的 所以就第一個是不一樣的 對啊,最近太深夜了 所以就攻守這個 這個表情了 我還可以捏哦 幹,早說嘛 選一個像方圓的 哦,我覺得這款遊戲應該就是在賣這個 死衝吧 我猜了 裝容 不能,不能捏胸部哦 哪好不能捏胸部哦 那這款遊戲為什麼好玩呢 哈哈 我一定有些不要改太難 換了 上眼皮 哎唷,好可怕 很強 嘴巴 耳朵 耳朵 各位觀眾朋友 喜不喜歡耳朵啊 哼哼 就是在我們的姓碧號 嗯 就是針對耳朵這個部分 耳朵旋轉是嗎 哦 大小 為什麼我覺得他耳朵長怪怪的 哦 那個角度問題 好可怕 對耳朵 對耳朵 好有用 好有用 这是何处 莫莫 还是 你执意拦我去吗 我只得将你困在幻境之中 幻境 小纸 父亲被武当门派围攻 生死未明 无论如何 我都会陪你一起念的 父亲 等我 请少侠根据喜好选择镜头模式 请少侠上下滑动屏幕 调整视角 滑动左侧摇杆 可以进行前后移动 我现在用电脑板 为求长生 他已犯下太多杀念 但他的罪行 无需你来承担 哇 飘飘 嗯 还不错诶 就看这款游戏可以 可以坚持多久 纵然他做了无数恶事 可他仍是我父亲 我怎能弃他不顾 换做事呢 你又该如何抉择 点击右侧普攻按钮 进行攻击 点击右侧技能按钮 释放技能 父亲 预损金蛇衣 真的值得您听上一切吗 长生不死 前世帝外 都不过幻梦一场 您为何就看不清呢 小纸 通过回去 回不去了 前方一日来袭 点击右侧轻功按钮进行躲闪 点击轻功按钮 解除控制 我轻生疯苦 我不想他最后身边无人陪伴 与你同意江湖的诺言 轻生无法兑现 我又来世在乎 江湖正乃 除魔未到 全是笑话一场 我只想护他周决 总是焚身碎骨 也绝不后悔 这边是恶 这不是错了吗 他们说要驯服 你便扶手 他们说要谦卑 你便跪拜 真是可笑 执门之意 同伴之情 到头来 人生不灭 万世至尊 微末之夜 何以撼动神明之威 纵然渺小 我已坚守心中之道 又想跟你有喜 功夫 工作人口 费才会 李生 一心 商量 原 商量 工兄 傅 那 不 快醒醒 我试才看到一黑衣贼人鬼鬼祟祟 随意出手一击 他便扔下这个跑了 还不知少侠明慧 少侠 你现在感觉如何了 多谢大侠 万别清醒多了 不知大侠明慧 没谈到语音 在下杨颖峰 京楚人事 可是天下武功第一的 杨颖峰杨大侠 久闻圣明 万辈有礼了 服名而已 我已退隐多年 莫要再提这些 你且看看 这是不是你的东西 我路过时 正见有人裹歇此物离开 便顺手拿回来 正是 我与师妹奉宗门之命下山 正是为了护送这宝霞 前去龙泉 那你可小心收好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你不如去看看你的师妹 杨大侠保重 我这就去 少侠 在下先走一步 他日有缘 江湖再会 有药物残渣 到底是什么时候 被下药了 师妹 师妹 你还好吗 快起床了 师父来找你麻烦了 师父饶命 师父 你又骗我 我们不是下山护送宝物吗 哪里来的师父呀 看样子是醒了 你可知道 我们被人下了蒙汗药 差点丢了宝霞 怎么回事 东西丢了 蒙 蒙汗药 是谁 让他出来 我要杀了他 你这丫头 怎么一惊一乍的 你这丫头 怎么回事 东西丢了 护送宝物 乃是宗门密令 本应无人知晓 如今遭人暗算 必然是走漏了风声 哎 不管那么多了 快快走吧 前面就是龙泉村了 马儿应该就在旁边 前面就是龙泉村了 咱们骑马过去吧 你说宝霞里 到底装了什么呀 要不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 这都快到了 应该 不会再有什么变故了吧 是 是马蝶声 好多人冲这边来了 弟兄们 龙泉村有个大宝贝 够咱吃香喝辣伴妹子 给爷劲儿进来 一群山野喽啰 还想学人夺宝 那人家 就陪你们玩玩了 哈哈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挡道 曹打 今日皇帝不会寄出门吧 真是倒霉 早知道室客站得了 你也没想到 你也要想到 你那些人 你也要想到 可怕 这些人 那些人 人家 都要去 乱来 你 要不接 全当输金活骨了 看到了 他们在那 人家还有事 你先去拿给那位大人吧 我们自宗门下山 奉命将此积入锦下交给将军 有劳两位了 石某多谢 石将军 我看这龙泉村戒备森严 可是出了什么事 少侠应该听说过 金人异域难亲 火朝自要防备 龙泉乃兵甲铸造重地 自然戒备严密 如今备战之时 龙泉村本不与外人接近 但念两位少侠舟车劳顿 可以在此稍作休息 多谢石将军 我们歇息片刻便去临安了 刚才小师妹是往铁匠破的方向去了 见过师姐 你一个人跑到这边来做什么 快来看 我发现了好玩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是人形 全身却包裹着铁皮 这个铁疙瘩好像可以工人乘坐 我们坐上去看看吧 不得胡闹 龙泉乃是军事重敌 似乎很可能是我大宋机密武器 怎能耳心 你怎么这么死吧 我们只是坐上去玩玩 不会有事的了 你就陪陪我嘛 我们在那边的空地转转 就还回来 好不好 好吧 真是拿你没办法 这怎么玩 是谁把惊天笔人启动了 算了 跟上来 有人袭击攻防了 来去增援攻防 什么人敢明目张胆袭击攻防重地 何方贼人 竟敢擅长机密重地 石将军 我们来助你 小康 我都用完了 影射冷起 今日 各来向石将军讨家 不等目的已达到 今日便到此为止 这什么 这什么 哦 我看有没有 好像有 算了 我真的念一個月星書欸 好像喔 我自己越看越像欸 我也難以確認 但看著裝束 倒像是銷聲匿跡了多年的影射 若真是影射重出江湖 恐怕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 報 故防內部遭敵人棋襲 事不宜遲 還請二位助我一臂之力 保住圖紙 亦不容辭 師妹 我們走 不容辭 先搶圖紙 真是無用 非得我親自這麼說 無用 和弓射手 雷尬一封 查射手 交出圖紙 否則 我就不客氣了 始終回來了 他們趁我不注意通行了小愛 交出圖紙 我饒她不死 并不要冲动 人命要紧 图纸在此 快放了小癌姑娘 时君 图纸失陷你该当何罪 时将军 发生了什么事 程昊这死 少侠 来不及了 我且跟你言明 霹雳炮图纸共有四份 如今我这一份仪式 其余三份必然也遭影射觊语 此番龙泉攻防消息走漏 皇城寺内部必有间隙 我也免不得牢狱之灾 只有少侠能够阻止他们 这图纸事关今后的大战 少侠如何抉择 你要慎重考虑 少侠高益 时某如今获罪不能答谢 他日必有回报 另外 师某在临安有一子 名为石兄 想来皇城寺 不会放过我儿 烦请少侠赶往临安一趟 将他带离是非之地 我只想了 会尽快去临安一趟的 少侠恩情 师某铭记与内 莫痴难忘 把石郡给我带回去 隐胜手段歹毒 该如何寻得师妹下落 被人下药险些丢了图纸 如今又丢了师妹 这莽撞性子 倒与我当年颇为相似 杨大侠可负指点一二 去临安城吧 你会有所收获 那里有九州风月 亦有刀剑恩仇 去吧 去写下你的江湖华章 去临安时 一切小心 江湖再会 杨大侠 保重 这边的影片先到这边好了 我刚刚有录了一段影片 那就是有职业给你选择 然后一开始的职业的服装 就在你身上了 然后目前看下来 我就觉得还不错 然后因为我是用电脑版 然后我觉得蛮顺上的 操作下来还不错 嗯 我自己觉得目前感受还良好 还不错诶 我觉得跟奥丁三派比 我反而比较喜欢剑侠的世界 的那个风格 好 不过我目前好像觉得弓箭手好像还好 刚刚我去把它捏得很像月青书啦 这个法型太像了 OK 我待会有兴趣的可以去玩玩看这一款 目前感受还不错 有语音 可是不知道语音是不是到后面一直都有 好